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滑雪 以粒子持雪袋 借助于雪伴在雪地上滑行 滑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体育运动之一 早在一万年前 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 发现古人滑雪记录的壁画 这是人类滑雪最早的起源地 因此人类滑雪起源于中国 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城市 北京 北京 作为世界首个双奥之城 以奏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响乐章 而他们跨界跨向奔赴而来 现在冠军们已经吹响冰雪集结号 蓄势待发 他们带着对冰雪最纯粹的信仰 再次出征 跟着冠军去滑雪 耶 全亚中华军去滑雪 等一下 小宗爷过 我给你讲 来 先上我 北京东啊 加油 跟着冠军去滑雪 他们来了 安徽有好酒 好酒复合箱 本节目由青种子复合箱 独家冠名播出 滑雪嗨翻天 成套买家店 本节目由5G成套家店 国超景理成红赞助播出 看冬奥 上咪咕视频 冰雪项目 作为我们运动员来说 其实也是一种挑战 都是没有接触过 但是有很多人喜欢 亚洲洲球先生只是过去的事情 因为我没有像这些冠军 站在奥运领奖台上 其实也是很可惜 笑一下 我没有像冠军笑得这么开心 哎呀 手动门 哎呀 哈喽 大家好 非常漂亮 六次试取全部成功 别弄个不好意思 妈妈 别激动了啊 满怀期待我现在是 期待我能自滑雪 我怕我绝不会 因为我很笨 我的参赛将言是加油 哈喽 哈喽 韩老师你好 韩老师好 怎么样 要错了 范老师 哈哈哈哈太尴尬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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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时候能能从我这个背影能看出是生生老师啊 范老师 不好意思 范老师 不好意思 范老师 哈哈哈哈 哎呀 一会儿还有穿短裤的 看着冠军去滑雪 OK 我告诉我要穿的帅气一点 然后我就穿的帅气 没想到今天天气还挺暖和的 我这脾气已经不受我控制了 哈哈哈 哎 我应该站在这 你要换光你 躺不住啊 你得在那个板那个地方 这个压力刚刚好 冲冲来了 冲冲 冲冲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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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吓一跳是吗 哈哈哈 我现在没滑过来 哈哈哈 怎么了 哈哈哈哈 坐坐坐 随便坐 这个 多不 哎 这是毛裤啊 广东人不喜欢穿秋裤 而且我们广东人穿裤子 像轻薄 你看轻薄毛裤 哦 有点 非常时尚 这个跟他搞的这个项目有点关系 他不爱穿啊 哈哈哈 我两个小腿是长得比较漂亮 就很发达嘛 如果我不能把我的小腿露出来的话 那我练他来干嘛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喽 我来了 有一滴比赛第二快乐享受冰雪运动 这个我是不是有点太尊重冬天了呀 你 这谁啊 啊 这这谁啊 你你走错了 我们在录节目呢 你安保 哎公开人 哎 哎 哎不对 你这欺负人 你不见得 哎呀 哎呀 没看错了 哎快拆了 说好的意见 啊原来是何文脉啊 你这个 很开心 在退役以后 还可以在这样一个冰雪的节目当中 可以遇到曾经的一些运动员的老朋友 又认识新的朋友 这是就是 西服 西到 很厉害的节目 因为有很多冠军 我的话我就想跟着冠军去滑雪 冲 我们一起去滑雪吧 哈喽 哈喽 欢迎 热烈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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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收看韩大者带给您的冠军体华报 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就在眼前了 韩老师 为了在这些冬奥会当中全项参加 并取得优异成绩 国家体育总局专门推出一个叫 跨界跨向全面选材 为此 我们跟着冠军去滑雪 还专门找了好几位相当出色的人才 他们将参加我们的秘密集训 经过严格而高水准的训练之后 将参加北京冬奥会 参加北京冬奥会 从线上开 与问候 牧ة小姓 呦有有各位好高ALL 麦妹不要吓到吧 啊啊 哈哈哈 這個 我没有吓到 没吓到 Mantou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跟着冠军去滑雪 我们一起将开启我们的 跟着冠军去滑雪的雪上生活 各位将展现完全不同的一面 我在这就代表网友 向各位首先来提问 第一个问题就抛给 现在现场年龄最大的 资历最老的范志毅 您就是场上以提携大而著称 跟导演说一下我可以准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那行导演说马上可以买技巧 好了吧结束了吧导演 谢谢啊 翻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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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名气额 哈哈哈 接下来问到何冲了啊 冲冲 冲冲 你又没看那韩晓鹏那空中技巧啊 雪上呢 看了在空中翻腾什么 对我的项目太接近了 所以我觉得这次 如果要我选这个项目的话 我觉得优秀滑道 优秀滑道 哎呦这厉害啊 所以我就冲着果爱琳来着嘛 我们期待着啊 这个李文文虽然是女孩不好问体重 但今天还给斗胆问一下 文文你的体重究竟是多少 伤机不可泄露 伤机不可泄露 奥运比赛说 他经常念一些这个咒语 念的咒语 让对手都开始发颤 自己动作的右领 是贴身上高洗高带顶直接 不是咒语 这个是他这个项目特定的 那呢你这个平时这个训练当中啊 是以有名的会偷懒而促称的 有一次说你这个为了逃避训练 跑得比兔子都快 你妈都追不上你 我妈骑膜她就没追上我 浩浩你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你作为一个年轻的歌手 和这些体弹大腕在一起 心里有没有有点发怵的感觉啊 还好有一点学生运动 大家反正也都是出学者 你有没有信心把我们通过这一次跟着冠军去滑雪之后 带来我们一路雪上 加霜 我不是啊 雪上加霜 浩浩就是教着大家唱歌 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教会大家 有有有有 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跟着冠军去滑雪 这个今天的新发布会啊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和大家一起呢 共同期待着我们各路大神 接下来在一天一天的雪上训练当中 能够有好的表现 大家一起跟着我啊 跟着冠军去滑雪 加油 准备走了 走走 咱们啊 咱们啊现在待一会儿到达目的地以后啊 必须先完成任务 然后呢给大家每个人一个眼罩 我们要一起过一个独木桥 而且是冰上的雪上的独木桥 脚下滑呀 这什么玩儿 你别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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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我问一下 真独木桥 真独木桥 我真走不了 你就跟着走就行了 你放在最后 我们一定就给你们保障 这不是保障 因为我脚脖有习惯性 玩脚脖子 我这个 我帮你把脚脖子扶着 放心吧 不会让你受到的 记得昨天导演说的话 没有安全隐患 非常安全 老师我们把这个眼罩戴起来吧 现在就戴啊 现在就戴 美人戴个眼罩 来来来 大家感受到这个颠簸的路了吗 我感到大了 我觉得一直在上 我不行 我其实是那种很怕高的人 但是我觉得既然是游戏 我们一定要去完成到最后 到了 你们需要再去 城市市区每个人都有 我们想要 England 你需要玩玩脚脖子 你们重复来逃东西 下 giornata 还是早晨的人 你都做得都怪 你 knock 天天我干了 你会干什么 你自己都卖左脚 都卖左脚 好吧 就一二一二 好吗 好 左脚慢点 一 二一 一二 一 一二 一נ 打停停 哪里是沉 Never here is 哪裡是沉澳 哪裡是沉澳 爸爸 kemata 你別 murder me 你別 murder me 站遠點 站遠點 啥玩意儿 最喜欢搞这些东西 然后还在旁边制造那个风速 这种感觉 我还以为下面是谁演啊 然后给我车吊出来 我是以为我带一个车头 他要蹭出来 阵势整理挺大的 鞋滚好害怕呀 站在那么高的地方 可把我吓坏了 冰球领队 来了 老师级大伯来了 好帅 太酷了 哈喽 欢迎大家来到跟着冠军屈滑雪 我是你们的冰雪领队张红 好 那么请问你们想成为一名冰雪运动员的第一步是什么 长得好看 快摔 还有其他答案吗 不能吃色毛 我们现在要揭晓答案了 好 请看大屏幕 活着 对 活着的前提是要保暖 因为所有的冰雪运动都是在冰场和雪场上进行 当你不动的时候你就会消耗30%的能量 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冰雪小屋 哇 那个亮灯那个 真的好美 一会我们要过去 但是在过去之前呢 我们要来一个答题的测验 就是测试一下各位对冬奥项目的这个知识储备 好 就是如果你每答一道题答错了 就要脱掉身上的一件衣服 脱掉身上的一件衣服 合中 合中 合最喜欢 合最喜欢 室外我要泳装出席好不好 哈喽 今天的天气真暖和呀 我一会儿故意答错 好好好 过来过来 就这样拉他全一个人 你你你你过来干什么呀 多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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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由韩老师来念题 请问中国第一次参加冬奥会是哪一年 A1976年 B1980年 C1984年 D1988年 1988年 1988年 那什么 冬奥会 1988年 84年 84年是下午会 肯定不是1988 哎呀错了我错 错了我错 1980年的普莱西德胡的 别别别别假的 快短短时间 教练告诉我们去 1988年 1988年是吧 你确定吗 确定 你真的确定 确定 你真的准备脱吗 脱 哎为什么 188年没有冬奥 188年没有冬奥 188年怎么没有冬奥会 看家里冬奥会 你糊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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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下家人会 88 88 88 听听听 来让我揭晓答案啊 答案是 1980年 1980年来西德胡冬奥会 不不不 1980年是谁去参加的 咋我不认识呢 因为 这是国家奥会 自1979年恢复我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地位后 中国运动员首次参加的冬季奥运会 OK 请脱衣服 输了就输了 我来 我给你脱衣 脱衣 脱衣 我把我的暖宝把我脱衣 没事我这 来吧 来吧 你过分了吧 你再过分了吧 你这么多 暖宝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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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脱衣了 我已经脱衣了 你先脱衣了 不要脱了 我一个人呢 一个就够了 那我脱了两手脱了 我一脱 我就剩这个了 第二道题 请问 中国实现冬奥会奖牌里面的突破是哪一年 你 我跟你讲啊 我的内心一直告诉我是1988年 真的 二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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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二年 因为他那个达到那个那些教练员 一九九二年 九二年 九二年 好 听大哥的 一九二年 恭喜你们 打对了一道 信心 耶 康福 一九九二年 第十六届 二倍维尔冬奥会 中国选手 叶乔波 分别在速度滑冰女子 五百跟一千米的比赛中 以微弱的差距 获得了两枚银牌 可惜 雪到了 雪到了 被称为 雪油龙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采用的是什么级别的 双曲面混凝土喷射技术 A分米级 B分米级 B分米级 C毫米级 D纳米级 纳米级 纳米级 现在已经用纳米了 确定 我怎么感觉没有这么高级 我怎么感觉没有这么高级 当然了 现在都是讲技术的 别听发老师的 D 纳米级 答案是毫米级 答案是毫米级 来来来 别吐了 国家跳呆花姐中心又叫什么 A 冰丝带 B 雪原宝 C 雪如意 B 雪油龙 雪油龙好不好 因为在中国嘛 然后肯定要有龙 冰丝带 冰丝带 他刚才那个场馆 他们肯定都是 场馆是我们领队那个 叫冰丝带那个 快快快 下一道题 随便弄一个 雪原宝 出就出了 下一道 下一道 正确的答案是 雪如意 雪如意 哈哈哈哈 哎 好了 出了 没了 哎呀 好好好 好 抓紧时间啊 快点 我这笔记已经不受我控制了 事外我要泳装出席 好 好 来下一题 多奥会的第一个吉祥物的名称是什么 第一个那种什么东西 应该很土的名字 就叫雪英雄什么的 不不不 敬礼敬礼 你们不要忘记哦 这个是英文名字翻译过来的哟 英文名字 雪精灵 雪精灵吧 雪精灵 雪精灵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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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习惯拖你拖 我们还有呢 拿吧 给我拿吧 拖我里面一紧身一巴达 哈哈哈哈 够了 等等等等 继续 好可以可以可以 好 哇 哇 已经一碗面条吃下去了 哈哈哈哈 哈哈 2022北京冬奥会的奖牌名称是 A 团结 B携手 C奋进 D 同心 同心 答案是 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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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们 答对了 同心 答对最后答题就OK了啊 好 下一题 马上结束了快 好来下一题 1952年的挪威奥斯陆冬奥会上哪个国家 派出了四个体重加起来907公斤的运动员 不是德国人就是奴会人吗 德国吧 德国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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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答案是 恭喜你们 答对了 呀 快 快 耶 你们刚才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大家一起 尤其要脱衣服 大家看到互相还是相互照顾 接下来要上冰雪小屋 我们一起共同来感受温暖的屋内的生活 好 我们一起上冰雪小屋 上微博参与话题 跟着冠军去滑雪 讨论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哎 这儿好美啊 有点像那个欧洲 好美哦 哇 好美哦 好漂亮啊 好暖和 有点像英式桌席的感觉 这是我们今天要吃饭的地方对吧 哎 这有范老师 真的 啊 哎呦 这个当年可以 当年饭之意是 亚洲足球先生 这里有每个人的照片 这个太可爱了 那是第一次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短道风 这是我搬腾的时候 原来好看 这张照片漂亮 那个 有没有事 你们都没见过自己 我们刚才看到你的照片了 老帅的 别看了 别看了 来 坐 这个是什么快递 是什么呢 新沙滴 这个是我们的老牌子 它的维生素第一剂 是特别好吸收的 它能补什么 只需要每天两到三颗 就可以补充我们日常所需 促进钙磷的吸收 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好朋友 好大大 因为大家每个不同的领域里面 都是顶尖高手 所以接下来大家给看看 谁有各自的这个绝招 干嘛呀 绝活展示啊 这样吧 那我们就按座次吧 您第一个 这是球 哦 找个水瓶子嘛 找个水瓶子嘛 找个水瓶子 啊 你嘴都掰 哦 不不不不不 哎呦 你嘴都掰了一会儿 嘴都掰了一会儿 嘴都掰了一会儿 哈哈 哈哈哈哈 太厉害了 厉害 哇 来冲哥冲哥上冲哥 我我这个人没什么绝活啊 主要是 都都是本质的 那我就跳水 冲翻 哇 这可以吗 可以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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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本牛本牛本 原地 好强哦 好 当你了 当你了 当我了 先站起来 气势不能坐 没错 我有一个在在雪地 防止雪花溜进鼻孔的一个绝活 防止雪花溜进鼻孔 可以吗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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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不会 我不会 你花油了 你身上服了我 哈哈 哈哈 你别躲下来了 你快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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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活已经展示完了 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叫活着 那活着的另一项这个任务就是填饱肚子 今天呢也是咱们到达这个训练基地的第一天 所以晚餐非常丰富 我们要吃火锅 哎 要要要 但是呢 我们需要在雪场的狩猎游戏才能获得这些食材 然后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 然后让我们一起去出发狩猎场吧 好 走 出发 嗯 跟着冠军去划雪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了不得了 今天呢是我们一起共同呢在这个雪场第一天的雪上生活雪上感受 而他们首先登上这个雪场以后第一把什么项目呢 雪地追击游戏规则 口哨响起运动员开始挖取雪堆里的食材 带食材坐上轮胎滑至坡下 穿越海绵堆把食材放入前方菜篮 则算狩猎食材成功 在挖取食材警报响起十秒之后 随机者开始抓捕 被抓到人员食材则清零 我现在要为我们的晚餐开始我们下一轮的比赛了 首先我们第一轮的这个练习赛 OK 咱俩先来吧 范老师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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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慢点啊 你挖那边我挖这边 对对对 预备 挖点肉 挖点肉 加油 在哪呢 加油 加油 他们来了啊 注意点他们来了 iTunes 我还需要槽盖 我负责把你们挡着他 快走 快走 快快快了吧 太快了吧 他们好专业喔 快点 吃什么 啥玩意 黑人自己玩下去了 然后两下 黑人你滑下去了 没抓到人 他不走 他怎么玩 文文到现在都还没有动物 他不走 爹这啥玩意儿 不往前走 感觉坐着比里啪的好 登了也没用 一登以后 他骗的你知道吗 好了 刚才施华已经结束了 现在我们要正式开始了 苏比天冲刺 苏比天创造了历史 来了 我们要飞人来了 来 我们战术 有的用跑的 有的用滑的 他就不知道追谁了 他肯定会抓最慢的那个人 我们今天的晚饭跟你也有关系 你注意点 我不吃晚饭的 谁划 何门那拦他 我拦 飞人 拦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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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娜 你坐在里面 捡完的是再给娜娜 娜娜划不动 你划不动 让他们先退你吧 只要退 它有个坡度 只要退起来 你们两个人赌就行了 嗯 太考验我了 好 方老师安排战术 方老师 他们直接把菜也挖出来 你直接一脚 你心了 不够啊 不够啊 得一个应该没问题吧 比赛即将开始 一方呢 是滚跑飞人速冰天 另外一方呢 则是前程号 加上何门那和合同 准备好了啊 各级各位 预备 谁把菜埋得这么烧 哪有菜啊 这 菜呢 菜呢 有的没有啊 有的没有 好 这个 这个 天哥 天天见面 好几位线啊 好几位线啊 这堂见面大哥总局 看到是吧 看着啊 看看 看着 多挖点粥啊 不管就三个吧 我这边没有 带着 带着往里面 快快快快快 快走 快走 打电视了 天哥 天哥 你快走啊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身体要紧 天哥 天哥 你快走啊 等一下 我们去看 我们去看 可以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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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查文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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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苏文田已经快速接近 和文娜加油 等一下 你干嘛呢 不可以 做到了 不愧是这个亚洲跑得最快的男人 管我们在水里的跑 搞不过这个在陆地跑的 我已经用全力跑了 他感觉就在这样 他回头看我 哎呀 好 热完全热 不行 不行 第二组怎么开始了 各就各外 预备 比赛开始现在两位呢全力一步 再发菜 加油 挖点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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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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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我吧 老师 快走快走快走 追追追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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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文文在卡上配合非常好 速度越快 啊 住手 住手 哇 哇 速度非常快 重力加速度 里面9.8米啊 哈哈 蹭蹭蹭就下来了 哇 和我们之前回忆人 来抢夺食材 哇 速度非常快 加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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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天可以啊 四十天 这个世界上 全亚洲跑的最快的男人 你慢一点 上 嘿 嘿 嘿 耶 哈哈 哇 快把菜拿出来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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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哈哈 哇 谁能攔得着柴呀 你压着我飞人 快点 快点 你别压着我呀 压着我 felt 现在我看到半支雷在阻击对方 好 二座 你用美色诱惑他 你用你的美色诱惑他 诱惑他 你能不能冲出人了 对 他不使人在那动 后边半斤一直在进行掩护 对 黑衣人在后边 好 实在想到 太棒了 漂亮 胜利了 对 韩老师 太好 您好 你这白米点不上我 追不上太快了 追不上太快了 怎么样 978 978 太棒了 好好好 你想想 说说 追不上速度太快了 球数太快了 我球数太快了 对 天哥 服不服 服了 服了 一百八七我怎么有这么大劲 我踏了 快去 真好 看咱俩都挖什么的 飞牛 飞羊 飞羊 速度以及行 出品天 你觉得和他们这第二波比天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太不一样了 帮我逮逮去了 开饭 开饭 好 天光一晚还等什么 开饭了 开饭了 Let's go 走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再开饭了 来 来 来 我这凍子都不想说话了 没有 刚才暖和了这里 对 哎呦 怎么都 我感觉这里头也不暖和 这里面也不暖和了 现在 那个门主要是那窗户开着 和通过来再关一下 哈哈哈哈 你是九 我八九 八九年了 他三十一啊 三十二了 我一直以为他是九年后 我也想我是九开头 我在国内来说的话 是没有 没有人这个年纪的 因为像你们这个项目就是年轻 在国际来说的话 总也不算太大 只是说 中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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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就等你开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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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我们人齐了 开饭了 完了我们 茶也没了 再喝下去就喝白开水了 你看得办吗 来吧 开饭 不是开饭 你上去穿了衣服 我们上二楼有一个环节 还有环节 还有环节 这饭还不是那么随便吃的 导演 吃我饭这么难吗 我们已经饿得都腿软了 还有环节 太老了 张宏老师呢 要给大家做一个个人的小测试 我们现在在这里统一季节 然后一个一个去 谁想先第一个去 这个环节 我姑妹那边做饭 咱们接力看那饭一会怎么吃 8%应该这样 但是我们之前不是吃火锅了吗 对啊 接力去做 接力去弄 我最后什么样就吃什么样的 所以就说一会那个牛肉卷就是牛的鸡仔 我觉得 我觉得肯定不是好事 我跟你讲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哎呀小小叔第一个嘛 反正 咱就按顺序走吧 我觉得你先去 我先去 走 怎么拿走 给我们压 给我们压压证啊 就去到那边实在什么不对的时候给我们打眼设计的 就是好的话你就跳左眼皮 不好就跳右眼皮 哈哈哈哈 没有我想到了 先去的先吃 就先去的先吃吧 后面来就吃剩的 我我觉得就不会 连饭都不能吃 哈哈哈哈 很难说很难说 要不就猜选要不就我第二个 石头剪刀布吧 好吧 什么谁先去啊 输的输的先去好吧 石头剪刀布 我们我们我们先上了 我们输了 那上了石头剪刀布 好了你 你你第三个 那我先去了 可恶 一二三四 我最后 可以可以你压轴 哈喽文文 哎呀 哎你说 你死死的 哇哦 这个叫这个默契大考验 默契大考验 桌上有六种用三道具 电磁炉 锅 碗筷子 火锅底料 蘸料 每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只有不重复的选择 才能完美的享用火锅 所以你今天是第一个 你一定要想好啊 我拿一个我不能吃的 可有可无的东西 为什么呢 我拿一个我不能吃的 他们拿重复的也可以没有 那我去哪 然后去小屋等待就可以了 一会见啊 好第二个 所以去吃 我跟你讲肯定是去吃饭的 真的 see you tomorrow 记得打眼色啊 其实无非也是真的几样 会不会挑装备啊 挑什么装备 挑吃饭的装备 就是你有可能用吃饭 然后我有可能用 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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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哈喽 范老师 什么情况 这个叫默契大考验 刚才文文已经选了一样了 您是第二个 他第一个进来的是吧 对 他第一个进来 他会选这个 按照你刚才说的 六个能不能点重复的 最简单的方式方法 就派我队一二三四 哎哭 拿走鱼选择的 然后切晓鱼怎么带来的 我我觉得这个是 哎呦还这样 哎呦还这样 那老师我压队了 老师不要打哭啊 太太懂你了 现在是这样 你猜第三个有可能拿什么回馆 第三个是谁啊 第三个是 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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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浩浩会拿站的 浩浩思路和运动员面 我都不一样 我跟你说 他最简单的功能 我拿筷子 来了来了来了 哎呦空着手 我来了 真空着手啊 看我家对不对 拿的什么 你选哪 我啥都没拿 我没拿 没有他手里肯定拿着 拿东西很快 还好 拿的筷子 拿的材料 材料 我家里准不准 我觉得我感觉 我们今天很有可能没有炉子 我觉得我们今天会没有炉子 我感觉 哇 桥亮 我估计这个已经有6了 哇 只有一个选的一样就不能吃了 对 我觉得这两个已经有了 画的这个也有了 我可能只能选这三个其中一个 点击冰冰 点准谁人去走 天天 天天一会下来啊 天天来了 天天真有一个包个包个奴子下来 天天来了哎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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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里拿的东西呢 你选的啥呀 哎呀 哎呀 快拿这个 哎呀 我是炉子 没事咱可以吃青汤的 燕哥你是不是跟大家想法一样 咱们可以吃青汤 因为大家运动员 我选丝 有没有 有没有 你在家做饭吗 我在家不做 那你就吃呗 那你就想想吃用什么吃 筷子 但你知道吗 男孩可能做饭的比较多 但女孩就吃的比较多 对 我就拿筷子好不好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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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还是不好 哈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没问题 好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好 拜拜 来了 又一个拿料的 哎 炒子 啊 我丢给我拿过去 现在我们岔火 对 就岔火了 那 我要跟你讲运动员啊 其实是那种属于 会 把不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 就比如说哎 大家都会觉得哎呀 他肯定会 他肯定会选这个 我跟你讲 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 一定得有这个吧 一定得有这个吧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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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sses 现在什么 想来什么 夏来什么 啊 啊啊啊啊啊啊 你三个块铁上会给我打扮结束 见到明天 你选了这么多 你就 你三把木龙小伙给我打扮结束 打扮结束 这有那个电热壶可以下热 这有碗 这有碗 这可以 这可以 你不能这么来球 你们是冠军 你们是冠军 我来了 我们是冠军 赢了 这个聪明的 哈哈哈哈 关上关上锁上了 好了锁上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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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人只有那么多的电视 有六个 然后我就去拿了 我就回来了 哈哈 巴鲨鱼 豆芽 在炸起来豆芽 这什么 虾滑 但已经变成冰块了 这是不是已经硬了 导演 你不就是这么靠吗 这啥呀 还给你打开了 一 二 四 六 七块 七个人吧 一本就七块 啥呀 东豆腐 那个人家导演说了 说这个现在我们就只获得这些食材 啊 美好的生活要珍惜 同学们我们可以开饭了 开饭了 开饭了 8 5 我们这个怎么日子这么慢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吃火锅最焦急的就是一开始 真的做的还真有蒙有样真没想到 这火锅想做起来难吃也很难 哈哈哈 你这个网里一块就整个是麻辣糖 我呢平时我真的晚上我也争取是不怎么多吃的 但我一想起今天夺这个食材的艰难 真不容易 你说的没错 我看到这个食材 我就看到文文真想 快追我 挖菜的时候你不到那个风啊 我一边挖菜一边吃边聊你知道吗 这个天天和文文到这来跟着冠军去滑雪 结果让你们受罪了 受累了 一直吃素 我们吃肉你们看着 这是一个运动员的素养你知道吧 我们说了不能吃就绝对不会吃 我们不是不能吃 我们是不能在外面吃 像你们出来走哪去 你们地区必须给报备吧 因为人家有飞行要紧 给知识你在哪 很有可能就我俩在那坐着 你要连老师就直接就来 事先无通知 而且是两份 一份国内一份国际 事先无通知 你问他 他是国际法经济委员会的委员 你们俩要小心 随时随地在监视着你们 我监视着我 不 我们是给运动员争取权益的 怎么样能保证公平公正的去检测吗 这是相互配合的 更干净的运动员得到最好的成绩 文文真说要减肥 收一个自己 收一半 你这样上场还有紧张吗 紧张啊 我每次比赛最紧张的是抓取第一把 我只要抓取第一把 成了我就知道这冠军肯定是我的 但是我就是我比赛 我为什么会喊那些 我会让我自己必须 就是只能听见 我教练跟我说的话 别人说什么我都全部捐 是这样的 足球场这么多人 如果说你专注度够的话 你只能听到同伴在喊 对 变上了听听不到 哦 专注度 专注 真的 看来我没力没专注 我一上场我教练去哪呢 我就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的田径有八万年 我 我去练 教练光练他喊加油抬腿 腿还没腿还没出来呢 都冲 冲线了 完了 其实这里就是我就是有一点人老说 哎呀什么什么比比赛就是要争冠军 我个人为其实恰恰美军运动会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是 就ok了 那这不是这样的 所有的这些选手 都是从失败当中过来的 是 他们是先学会输 才会去 才才去赢的 更多 运动员 真的我不管你 都是输的 都是输的 要有一个心态 对 他我早知道的 他最后拿这个成绩 我们都为他鼓掌 他第二枪的时候就是个冠军了 苏炳天加速 有了苏炳天加速保持住 苏炳天冲刺 不 苏炳天小组第一 苏炳天创造了历史 所以说第二枪其实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是判决里能不能进入到决赛 而且我那个分组的水平特别高 甚至还没有 这种 有止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些运动员 我突然间有一个 有个很好笑 很好玩的一种 一个想法 其实每个运动员 都会有小动作的嘛 对 就我自己也会有小动作 我比赛喜欢什么 我喜欢摸屁股 就我喜欢摸屁股 就发现我今天摸起来 这个屁股就 感觉特别丝滑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场比赛 跳得就特别顺 你知道吗 会发现这场比赛 怎么跳他都有 你当时就没告诉我呀 你当时告诉我 你也没问啊 真的 其实因为合冲比赛 是从世界杯到世锦赛 到奥运会 好多都是我姐说的 合冲今天总体感觉不错 虽然膝盖有伤 但他习惯性的 摸了摸自己的臀部 他感觉到臀部 是相当的丝滑原味 哇 他状态有了 他们足球比赛 也有好多这种 就是定律 像进球场 先卖左脚还是卖右脚 我总是左脚 你卖左脚吧 我都是左脚 先卖左脚 这真的每个人 都会有很特殊的 这种小习惯的 但你知道我上场前 就是因为我们都会 系鞋带嘛 然后我的鞋带 是不允许有一点折的 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拧嘛 就是每一个 每一扣记的什么 就是力度 我都会掌握 就是我会平时训练中 就把每一场训练当比赛 所以我每一个上场的动作 比如摸一下蹦床 吐一口气上 然后呢 弯腰摸一下膝盖 就是把比赛 这场比赛 当做你平时的一场训练 我们手要摸那个跑道嘛 我跑道就觉得跑道有点脏 我摸完以后我就 拔一下自己的护士 然后吹一下摸 然后我这边再拆一下护士 吹一下再摸 就觉得干净一点 感觉 这手手感会更贴近那个跑道 我是必须先低着手摸杠链 右手 对我要这手先摸 我就觉得不熟 我会给他拿下来冲摸 冲摸 啊拿下来不算不算不算 哈哈哈哈 这个我今天这跟大家这一点 我算有料了 下回再转播各种各样比赛 我会拿各位举的例子 啊这个啊 哈哈哈 其实我之前会有 会觉得有点高不可攀 但是现在不是做他们 最专业的那些事情 可能会跟我 就是那个距离感不那么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运动员之间的感情是不需要去建立的 因为运动员天生有的一种契合感 通过这个节目可以大家玩在一起 七圈爬雪 哇好好玩 快点开玩笑 快点开玩笑 我感觉我还是挺厉害的 哈哈 其实这些冠军都是个普通的 整个过程当中都是群里以赴的 我就觉得这个团队是有力量 加油 包括运动员本身 呃不管是战性 包括集体效果 他总是有一个团队精神 是 房间分完了好吧 我们就整理一下 整理 整理一下我们就差不多休息了 然后明天再聊吧 好吧各位 明天再跟大家心情比较 比较太快 衣服脱一下 我一般不舒服 我就睡不睡了 不要紧张 因为我晚上睡觉 我容易去背 是吗 穿着衣服睡觉 那我晚上习惯穿的比较少 我知道你在跳水运动员 我晚上习惯穿的比较少 那我们就明天再戏聊了 好了拜拜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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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